是一部让东南亚各国抵制的电影 该片已经上映 瞬间就让相关国家旅游业受到重创 所以这部电影从影院下架以来 至今没有在任何流媒体上播出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部电影 那时候没去电影院的 快速来补课吧 潘生是一家上市公司的程序员 能力出众的他是最有可能晋升CityO的 可主持人宣布的结果却不是他 而是一位企业高管的儿子 他把离职的决定告诉了身边的好哥们 我要离职了 离职 去哪儿 失望的他起身扔掉公牌 愤然立场 出去之后他黑进了公司后台 在晋升晚会的PPT上增加了很多表情 宣示自己的不满 转头便登上了去新加坡的飞机 飞机上前排的人站起来跟大家打招呼 自称是萤火公司的接待人 而潘生却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你不是胡大人吗 我确实是在诸州出生的 但六岁就跟家人去新加坡了 我是长沙人 我以为我们是老乡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事情 看下你手机就可以了 人才 接待人说要在瓦内转机 在机场停留十个小时 可以带着大伙去看很棒的表演 大家见到如此热情的接待人 全都举起了大拇指 到了机场 接待人已办理转机的名义 收走了大家的护照 一伙人在接待人的带领下 看着一国别样的风土人情 都非常的兴奋 潘生也停下脚步给家里人打电话分享 可前面的一群人刚走进巷子 就被一群大汉前后堵住 二话不说一顿堵打 潘生听到前面的惨叫声感觉不妙 转头想要逃走 却被接待人一棒打倒在地 他们被黑布袋蒙着头塞进了客车 车子兜兜转转开了很久 头套被去掉的时候 他们蒙圈地看着周围 一群拿枪的武装队伍盯着他们 一位姓陆的经理 非常文雅地做着自我介绍 既然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对着陆经理就是破口大骂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又遭到了一顿堵打 见时机差不多了 陆经理先是放了几枪立威 然后又开始了对几人唱白脸 你们想要的东西 在外面老老实实工作肯定得不到 但在我这里可以 还很快 来啊 参观一下 我们的业务范围其实很广的 炒股 挖币 网游 电商 火产 公司里分了八个组 正体反托 风火出窑 用门 主师爷分的签门八将嘛 这些都是提将 也叫火锤 他们负责聊天 进货 提醒八千块 预计超过三万 千五个提成 多老 就在几人准备上楼时 忽然看到了一个逃跑的程序员 正在被酷刑折磨 痛苦的嘶吼声让他们头皮发麻 接着 陆经理又带着几人来到了二楼 这一层包括了裸聊 以及美女合观在线发牌 也正是在这里 潘生第一次见到了安娜 不同于被强行掳来的潘生 安娜几乎是自愿来到这里的 只是来了以后才发现 想离开这里几乎是不可能 在此之前 安娜还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模特 因为别人倒用了她的照片 给公司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于是公司对她进行了强制解约 后面经过朋友介绍 安娜接到了一个广告 但到现场后 她却发现这里是拍擦边写真的 于是安娜一怒之下便离开了这里 但是违约必须拿出 三万块钱的违约金才能离开 好在闺蜜阿双及时赶到 并出钱化解了这场危机 阿双不仅帮了她 还给她介绍了一份高薪工作 十到十五万一个月 还有分红 从冲冲里抽成 差不多吧 这么多啊 在绝对的诱惑面前 安娜还是坐上了 前往边境的大巴车 但她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是阿双做的局 来到园区后 陆经理不仅拿走了他们的护照 还让他们每个月 必须完成五百万的业绩 否则就永远都无法离开这里 就这样安娜被迫成为了 一名美女河官 到了中午 参观完了基地后 陆经理很客气地问 他们要不要加入 这是什么 搞诈骗 不要说这么难听 这边都叫现金网 现金网 我不干 换我回去 潘森似乎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转身就想要离开 只是这里却并不是他享受 晚上潘森被分到一个宿舍 正当他准备休息时 一只老鼠突然钻了出来 吓得潘森坐在了地上 而旁边的男人因为逃跑失败 被关在了笼子里 这时阿才带人走了进来 他拿出潘森的手机 让气解锁后 又用竹签放在了他的眼睛上 威胁他与家里的人通报平安 第二天 陆经理让潘森利用爬虫 盗取别人的邮件 潘森谎称自己不会 可阿才又怎么会轻易放过他 挨打自然是避免不了他 就在他的耳朵快要被拽掉的时候 唱白脸的陆经理又一次替他解了威 还假模假样地让阿才给他道歉 虽然潘森知道对方是在演戏 但再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做 他的小命就要丢了 没办法潘森只好妥协 但他还是没有放弃逃跑的念头 这天潘森趁看守不住一时 他偷偷在纸片上写下求救信息 然后来到厕所打算利用窗户扔到外面 可惜这里的窗户都是封死的 他也不幸从上面掉了下来 而这一幕正好被安娜看到 在看到上面的信息后 安娜并没有揭发潘森 而是与他做了一个交易 可没想到这时阿才找到了这里 安娜示意潘森去销毁纸条 可他在把纸条扔进厕所后 才发现这里没水 为了保住小命 潘森只能强忍着恶心 把泡过马桶水的纸条吃了下去 看到这里先暂停一下 想谈恋爱的兄弟 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 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 去牵手啊 不怕提要求 要求越多 帮你找的越准 找对象 就用牵手 次日 潘森为了帮梁安娜完成业绩 于是便开始了寻找目标 很快 他就锁定了一条大鱼 阿天 阿天即将硕士毕业 并跟几个朋友开着一家翻译字幕的工作室 而他们在一起有事也会小赌一起 对此女朋友小雨颇有不满 这天 他们收到一个合作邮件 只需把广告切片放在片头五秒钟 就可以赚到三千的广告费 但这可不是什么正经广告 而是美女合观在线发牌 出于好奇 阿天第一次点开了网络赌博页面 与一众玩家坐在了虚拟赌场 见到了性感妩媚的美女合观安娜 一开始他拿着赠送的筹码少量下注 结果逢赌必赢 赢钱的爽感让他欲罢不能 阿天玩了一整夜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而且因为他是学术学的 很快就发现了赌博的漏洞 两块输了 下四块 再输 下八块 我们只要赢一把 就能上 那十局之后就是一千零二十四了 年输十把的概率 也就千分之一 不会这么说 可他忘了一件事 这是概率学法则 而非赌场法则 在赌场只有一个法则 那便是十读九书 偶尔赢钱那也是诱饵和圈套 可阿天涉事卫生又盲目自大 很快他逢赌必输 连手里的钱也直接见了底 为此美女合观四次给他发来了网贷的链接 还发微信告诉他内部消息包赢 阿天果断选了网贷 他先给女友买了一个价值不菲的礼物 就在这时 合观给他发来内部消息 可他的手机却没电了 阿天焦急万分 在图书馆四处找充电宝 之后阿天的内部消息下注果然都赢了 自此 他开始对合观的内部消息深信不疑 阿天还有赌球的习惯 这天他在看球时 合观又给他发来了内幕消息 阿天果断上套 他不仅搭上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还预知了三个月的工资 之后他不惜借卖了自己的限量款球鞋 只为获得更多筹码 可借来的这些钱很快就被他输个精光 网贷到期 催债的人找到了他的父母 阿天这才知道他闯了多大的祸 他一向都是父母眼里的乖孩子 可现在他却把原本幸福的家庭拉进了深渊 很快 阿天就在一个月内欠下了一百多万网贷 催债人为了逼他父母还钱 直接把他家的猫扔出了阳台 阿天也被他们拉去抽血 一次四百毫升 而他也在一次次抽血中变得面色苍白 好在阿天家里还算有钱 父母不仅帮他还了债 还锁了他的手机 但阿天并不甘心 没有哪个赌徒可以轻易收手 也没有哪个赌徒不想绝地翻盘 他不仅卖了自己的车 还偷拿了家里的存款 让小宇帮他下注赌球 很幸运这一次他赢了 阿天激动的像个傻子 整个人都陷入了癫筐 但小宇却告诉他自己没有下注 上岸的机会破灭 阿天瞬间从天堂坠入地狱 小宇想不明白 一个优秀的阳光男孩 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一个烂毒鬼 但阿天却愈发疯狂 他竟然打着要跟小宇结婚的幌子 去骗奶奶的钱 拿了十五万存款还不满足 还顺走了奶奶的经营手势 一想到奶奶对他的疼爱 他就心如刀割 可赌博上岸的贪念 早已吞噬了他的理智 为了拯救阿天 小宇找到了反诈专家赵警官 但赵警官却说 姑娘 我们铺天盖地地做反诈宣传 你瞧瞧 这提示都印到鸡蛋上 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上当手骗 因为人有两颗心 一颗是贪心 一颗是不甘心 手机被锁起来之后 阿天便开始绝世抗议 整个人都变得无精打采 为了拿到手机 他甚至把妈妈锁在房间以死相逼 妈妈害怕他会自杀 只能告诉他保险箱的密码 之后 阿天不仅拿走了现金和手机 还偷走了家里的房产证 他用抵押房产拿到了八百万巨款 这次他准备玩一把大的 拿到所谓的内幕消息后 他一次性充值了八百万 想通过炒币的方式一次翻盘 此时警察这边已经监控到了阿天的大额转账 诈骗工厂这边也已经开始了行动 他们将八百万迅速拆分 让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下线 立即去个王点取钱 他们这样的取钱方式 警察也没办法拦截 此时阿天还在做着上岸的美梦 但美女和官早已把他拉黑 如梦初醒的阿天 整个人仿佛坠入了无边地狱 他无法面对父母失望的眼神 也无法面对自己愚蠢至极的贪婪 更无法面对深爱着他的小雨 接着他便从楼下一月而下 想通过此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至此 一个原本美好幸福的家庭就此破碎 与此同时 诈骗工厂这边正疯狂地庆祝胜利 他们放鞭炮 开香槟 肆意狂欢 陆经理还亲自下厨给大家做辣椒炒肉 庆祝安娜所在的组诈骗业绩超过了六千万 而攀升也被当作先进分子被请到了台上 陆经理还准备了美元蛋糕主动跟他拉进关系 这套受害者有罪论并没有让潘森放弃底线 他知道眼前这个人是怎样一个恶魔 为了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陆经理拿出了一大笔前供给员工的享乐 币圈结束下来 只有潘森保持理智只加了一张 就连安娜也被金钱冲昏了头脑 他劝潘升别走了 留在这里赚钱比外面轻松多了 可下一秒 他就被陆经理叫进了办公室 他以为自己做够业绩就可以拿到胡招 可没想到陆经理对他的要求却远不止于此 好在潘森这时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不仅帮安娜解了位还答应给陆经理做一个自动化程序 只要把人工克服功能全部放在软件里 他就可以把所有人工狗推全部辞退 这样也能节省一大笔开支 因为立了大功 陆经理准许他给父母报个平安 潘森拿到手机后就看到大使馆发来的短信 再将他寄了下来后 他又给朋友小高发了一条报平安的消息 因为安娜的逃跑计划失败 潘森只能自己想办法 他先是将大使馆的紧急求助电话写在了一张美元上 然后又将他交给了安娜 出门团建时安娜本来想在酒店花出去 但服务员不收美元 因为太紧张他还撞了一个本地人 那张钞票也被咖啡打湿 团建结束后众人回到园区 此时的陆经理正在晒钱 场面非常壮观 之后潘森被晋升为了正将组组长 同时跟工狗推足也被陆经理解散 那个逃跑被打的男人终于可以回家了 临走前潘森把那张写着求助电话的美元递给了他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陆经理并不是要放人 而是要把他们卖给人体器官贩子 就在大巴车离开园区时 阿财想买烟 却发现自己没有带钱 于是他便开始了一个个搜身 不出意外的话 钱被阿财搜了出来 他拿着钱来到超市买完烟后 正准备离开时却被店员叫住 消息传到陆经理那里后 他立即就召集所有人开会 而此时的男人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 但他并没有供出潘森 此时的阿财忽然在钞票上闻到了咖啡的味道 但他却并没有揭发安娜 件事情败露 潘森和安娜同时主动站了出来 后果可想而知 安娜被牙签刺穿了指甲 而潘森则是被活生生地敲断了腿 同时 那个男人也没能逃脱被杀的命运 之后安娜被卖到了另一个园区 为了逃命 他在转移时竟打开车窗直接跳了出去 接着又一路逃到了当地的警局报警 可没想到的是 当地警察和诈骗团伙早就串通好了 他没有等来救援 而是等来了阿财 阿财把他带到码头装入麻袋 然后扔进了海里 这些过程都被全程拍成了视频 本以为安娜即将丧命于此 可没想到下一秒 安娜又被捞了上来 阿财不仅放过了安娜 还将他的护照给了他 至于阿财为什么会这样做 或许是一直偷偷喜欢这个女人吧 不管怎样安娜离开了 可又有几个人能像她这么幸运 如果不是阿财故意放走了安娜 她根本就逃不掉 另一边 赵警官在回家的路上收到了一张小卡片 小语认出了照片上的女人 正是那个诱骗了阿天的美女何官 在查队玩卡片的生产地后 警察很快就捣毁了这个小型诈骗团伙 并找到了安娜的身份信息 当安娜回到家后 警察早已经守候多事 但是安娜早已成了强奴之末 即使真正的警察就在眼前 她也不愿再相信他们 之后小语把她带去了阿天的病房 此时的阿天现在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就算能够活下来也会成为植物人 安娜这才明白 原来她做的那些事有多么的罪恶 为了自我救赎 安娜交代了她所知道的一切 为此 一场跨国反诈行动正式开始 赵警官带队来到加南 他们先是盯上了阿财 并复制了她身上的门禁卡 然后瞬间突击端掉了几个外围诈骗窝点 可等他们冲入诈骗工厂之后 才发现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离开时 他们的车还被当地居民堵住 这些暴民不顾自身安危 冲击警方的车辆嚣张至极 因为诈骗集团和他们属于利益共同体 即便当地警方出动开枪震慑 他们也丝毫不决 好在华侨商会会长及时出面 才将赵警官他们成功救了出来 路上他们看到附近村民在放烟花 这是这边的规矩 只要生意过异就会如此 真羞扰 风险比犯独小 利润比犯独高 能不嚣张吗 一国调查阻碍重重 签证又即将到期 就在赵警官准备打到回府时 却突然收到了潘生的好友小高的电话 原来小高在叫孩子们二进制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潘生给他发的那些照片 于是他立马给赵警官打去了电话 喂 师警官 您好 我收到我潘生信息 他好像想让我报告报警吗 小高给我打电话 说62进制的110 也是打电话的手势 一定是潘生在给我们提供线赋 果然在调出所有小学的地址后 线索找到了莫尼伊顿小学苏塔罗的666号 可问题是诈骗分子拿着200多个孩子做人质 他们又要如何进去抓人呢 而外卖就成了唯一的突破口 之后 外卖店老板被请去喝了茶 很快 被当作囚犯一样关起来的潘生就吃到了一个火柴盒 上面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让潘生在学校内引发火情警报 此时的警察就可以坐在消防车内 以最短的时间包围诈骗分子所在的体育馆 可没想到路由指纹的安娜刚打开门 就遭到了武装人员的反抗 陆经理从监控中看到了安娜 他就知道阿财骗了自己 此时的阿财只想自保 于是他抽出剪刀刺伤了陆经理 但陆经理并没有开枪 反而向他交代道 之后陆经理找到了潘生 他知道只有把女儿托付给他 自己的女儿才会有活下去的希望 很快警察就包围了现场 陆经理也藏匿其中准备蒙混过关 但此时潘生却站了出来告诉警察 一根口令就在他手机里 是我唯一可以访问服务器的终端 我去的手留了后门 受害者名单都在里面 把手机给我 我们有技术人员 我就是技术人员 强制爆破密码失败三次 直接触发服务器格式换命令 就是让你们上钩 然后把他销毁证据 眼看证据就要被警察拿到 阿谭却突然开枪打坏了手机 警察一开枪 现场立刻陷入了混乱 好在局面很快又被重新控制 之后潘生从学校走了出来 他第一眼就看到了安娜 两人同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最后潘生没有忘记对陆经理的承诺 他让赵警官把小女孩送到他妈妈那里 无论如何孩子都是无辜的 故事的最后 陆经理因为涉嫌诈骗绑架 故意杀人等多项罪名处以死刑 安娜则应有自首情节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缓期两年 潘生证明了自己的行为是在胁迫下进行的 且有重大立功表现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最后为了更多的人远离反诈 潘生也加入了反诈宣传大军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大家远离电信诈骗 好